哈囉大家好我是PFY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我們今天來給他看一下有一個神秘的隊伍 沒錯又是咱們的雷雲 難道說這才是咱們雷雲的定位嗎 對雷雲會不會他真正的玩法是中距離的搞事隊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的搞事隊都是短距離的嘛對不對 我說短距離頂多就是颱風到第五回合 再上去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雷雲呢他可以再多一回合 欸這樣好像其實還好 對啊可是不一樣 因為颱風可能要非常非常多個他可以多一回合 但是雷雲只需要非常少量就可以搞到第五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也是有可能 但是颱風的話你必須要搞到五六七的話 你的颱風要非常大量 這樣的搞事隊就會變少了 尤其是像你用流動或是用其他搞事骰的話 你的搞事的速度會變得比較慢 因為我們要被颱風佔據 可是現在有雷雲的話 我只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高星 就可以把對面給搞事 可是這個搞事骰一定要能夠攻擊才可以 那現在不能夠攻擊的搞事骰有哪幾顆 只有一顆就是咱們的流動 其他很像都是可以攻擊的對不對 從沉默到轉王這兩個標準的搞事骰到 挨插甚至暗殺甚至咱們的時間 牠們都是可以攻擊的 所以說 那我要颱風幹什麼 對啊 那我要玩颱風幹什麼 我什麼的隊伍很像都可以變成雷雲啊 我今天就算是傳送隊 啊不行 傳送隊我用雷雲的話 雷雲應該會直接把傳送給打爆 對啊其實傳送隊也可以雷雲對不對 純雷傳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找到一個全新的思路了 因為昨天就在研究這個隊伍 感覺很像真的有一點點東西 很像真的有一點東西 很像是百大給他看到的隊伍 然後觀眾推薦了一下 我也嘗試了一下 結果呢 可能我還沒有抓到精髓啦 但是我在沒有抓到精髓的情況下 就覺得很像已經有一點過分了 你知道嗎 好啦那我們這次嘗試就是百大的隊伍啦 他是用上了雷雲加沉默 然後我這邊因為還不熟的關係 我就先用了沙圖 但是整體而言後來有個心得 是其實沒有必要用上沙圖 因為我用沙圖頂多頂多 就是從第六回合打到第七回合 但是如果今天沒有用沙圖的話 就頂也是可以打到第六回合 我為了多一回合用一個沙圖 我覺得有點不值得啦 或許再想想看有沒有哪個地圖 會更適合這個隊伍 有時候我在想說該不會還是要用個祝福圖吧 因為我用祝福圖可以幹高機率的 把我星數給他拉高 我更高這些星數把我拉高的話 我的沉默就更高 我的沉默星數更高的話 我就可以封鎖掉更多顆 封鎖掉更多顆的話 是不是我就更有機會把對方處理掉 對 因為沉默他的沉默時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長 可以看到我現在是11等沉默 我升1等是加1秒的話 我總共是可以沉默15秒鐘 沉默15秒鐘怪物都快可以走一輪了 你知道嗎 就算他今天走完了15秒鐘後來長起來了 可是怪物也在末端了 如果他瞬間沒有把怪物清掉的話 也是會走進去 但是也是有個前提啦 就是在7回合6回合之內 就要把對方處理掉了 這個時候如果能配合王的話會更好啦 但是前3回合的王又比較麻煩 應該說前2回合的王 基本上是絕對扛得住了 可是再過1回合之後的王就有點危險 但是我們大概就有3隻王的機會扣打 好啦 現在到第4回合啦 那對面的狀況其實有一點糟糕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直接給他鎖起來 讓他的傷害再降到最低 直接給他過去 這個時候我覺得對面是比較偏倒楣一點點啦 好啦 來 我們再來給他看一下 這個時候是對到了核彈 但是我覺得沉默對核彈很香 也是不錯 但是我還是覺得 但是他這對弱點我覺得是看王比較看重欸 對啊 不然的話 你看如果對到核彈的話 他只要有一組在 他就可以把怪物給他扛下了 不然的話就是我需要更多的錢 那我真的如果需要更多的錢的話 會不會其實我用海盜圖會更好 對 對 對 那時候觀眾說海盜圖啦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用 然後我就已經累了 然後就關播了 對 不然的話這樣想想很像真的是海盜圖 我SP越多 我能做的事情就越高 我能招骰的數字就越多 我能招骰的次數越多 我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機率可以核閃 還是說奶河地圖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步驟 因為任何的 我就想說可以多成一回合嗎 多一隻王 可是就頂多多一回合 這個有點浪費 有點沒有必要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我增加我的次數 那以增加次數而言的話 好像目前就只有海盜圖可以用對不對 好啦 沒關係 我們再說一下 再看 再看 之後再說 反正是第一次嘗試嘛對不對 好啦 因為等一下是屍王 然後又是對面剛好是核彈 那接下來要做的時間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來給他準備一下 然後去搞對方了 把他鎖起來趁王出來之前 因為畢竟第二回合他要把火箭打掉的話 要嘛靠那兩顆颱風 要嘛就是靠兩個二星的核彈 這個時候只要完全鎖住他就被吼到 玩過核彈那麼多次的我知道 非常的清楚 如果一開始是核彈被吼的話 那個傷害非常非常大 大到一個爆炸 如果是後期當然沒差 但是前期的話很嚴重 而我這邊非常簡單 只要我有雷雲在 我不管幾顆 不管在哪個位置 只要有 基本上就會扛得住 而且不管是哪隻王都可以秒殺 太噁心了 對 真的太噁心了 如果你看我現在是用颱風的話 我的星數要很高才可以 而且要很多顆 可是我雷雲只要有就好了 雖然說我還是蠻多顆的啦 但是其實我只要最前面 有一顆四星的雷雲 甚至三星的雷雲 我覺得就可以把王給秒掉了 好啦 因為剛剛對面已經被吼的關係 我們這邊迎面就有一點大 但是其實也還好 因為他的只要撐過七回合 我這一隊就沒了 所以我只能再繼續給他搞一下 而對面又不怕轉王 他其實真的只怕失亡 不然的話就是怪物 要給他完完全全的走進去 像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鎖了 我應該要記得我現在鎖一顆是15秒鐘 那我應該在幾秒鐘的時候就要開鎖 會比較好 只要我準備好 像現在是第三回合的話 我是不是第四回合的中期就要先鎖起來了 鎖起來讓他不能攻擊 讓他盡量的去往前走 因為畢竟他只能靠核彈去把王打掉 然後只要多來幾次就好了 但是因為第三回合 白王的官家召喚出一隻獅王 獅王在吼了第二次之後 那個傷害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連續被吼了兩次 那基本上是真的真的完全沒有細唱了啦 只不過這邊有點倒楣 弄出了兩顆成長的七星 真的是有一點點尷尬 然後現在第四回合 來了一個重力王 可是重力王對他而言很像也沒有很大 像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應該鎖了 當他走到中線之後鎖下去就對了 只要他瞬間沒有辦法招閃 或是他把他招頂丟就招了幾次 我就繼續給他鎖起來 能夠鎖越多越好 但是我現在沒得鎖 真的是有一點點危險 而且還變成六星了 那麼剛六星的小丑就不會去複製 反而去複製六星的沉默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沉默真的太晚出現了 我這個時候合成 反而是一件非常非常錯誤的操作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雖然說他這個重力王是扛得住 只不過雖然說我有封鎖住 但他重力王還是扛得住 但是因為前面吼了兩隻獅子 但是如果前面只有一隻獅子的話 就稍微的搞了一下對面就有一點點活不下去了 好現在第五回合 對面的話打小兵還可以啦 但是打王的話我相信一定不行 在二三四十幾秒之後開始封鎖 對面已經沒有錢去召喚出核彈了 OK直接給他爆掉 我現在還不能說這隊隊伍的真正的特性是什麼 我只是就我昨天玩下來的感覺啦 但目前為止我還是覺得有一點點的香 好了那這一次對到的是咱們的陰陽 那陰陽的玩法又要稍微不太一樣了 我先講個總結 如果今天這個隊伍對到陰陽的話 一開始就給他活生生的鎖爛 對一開始就要活生生的給他鎖爛 不要讓他成長起來 因為如果要讓他成長起來的話 你要把每個版面都鎖起來才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支影片非常非常的可以表明 他只要有一顆點亮 就可以打到非常非常的後面 而且那顆就算是一星 除非你到後面還有機會再鎖一次 但是這個時候你可以說換成光靈啦 但是我也有換成光靈玩一下 但是那感覺就你也要看運氣嘛對不對 你的次數只有六回合以內 六回以內五隻王 六回合通常如果不是沙土的話 要打到第六王的話會有一點點難 所以你基本上只有五隻王的扣打 那這個隊伍最好在前兩隻王就開始搞對方 不要讓他點起來 不然的話真的是會沒完沒了 像這個時候他點亮了一顆五星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危險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盡量的讓自己再給他活下去吧 不然還能怎麼辦呢 我們先活下去 然後呢讓場上的沉默再多一點點 然後沉默的話也先給他升到七星 升到LevelMax可以多一秒是一秒 但多的秒數差很多 陰陽一秒鐘就不知道可以打多少傷害了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關是咱們的白王 而白王的話我還蠻希望他招安速度轉王可以搞我一下 但是我這邊很像有一點危險 因為他應該會直接被秒掉 那對面已經點亮了兩顆了 這個時候瓦貝亞這兩個鎖住才可以 對面運氣狀況還不是很好哦 如果正常情況下的話 這個時候滿版我就已經非常難搞了 現在他只點亮了八顆而已 所以說如果今天你用這個隊伍對到陰陽的話 真的是第一關就要給他鎖亂 不要讓他長起來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去處理他 真的也是一個煩惱就對了 因為純陰陽這個隊伍還是有可能會遇到 不要說純陰陽啦 陰招黃陰招哀這種東西都還是會有 好啦那接著是第三回合 咱們的轉王啦 當然啦如果這個時候我是用雷雲轉王的話 對面會直接被黏掉沒有錯 還是乾脆我就是沉默雷雲轉王 然後都放上來 呵呵呵呵呵呵呵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啦 好啦來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 這邊速度我稍微給他放慢一下 可以看到啦我的雷雲 我的沉默已經準備好了 升也都給他升滿了 那雷雲的話前面的狀況也還不錯 我等一下會把我的雷雲給他合掉 因為我想要被轉一下我覺得狀況沒有到很好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先給他開鎖 只要能夠給他鎖住腳 結果呢他還有一個異星的在那邊 現在他把他的陰陽升滿了 就直接把三王給打掉了 其實換個角度想 我覺得我應該更早的去把他鎖起來 我可能在10秒鐘的時候就要鎖了 對因為10秒鐘鎖起來的時候他怪物就會打的變少 打的變少的話他王的險象就會變多 王的險象變多是不是打王速度就會慢一點 有可能就會被轉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玩這個隊伍大概10秒鐘的時間就要鎖下去 鎖下去就有機會讓對方比較難打王 但是那是針對打印的情況 每一隻你玩這一隊可能就要針對每一個隊伍做每一個不同的動作 好啦像這個時候我要鎖他 除非把這8顆全部鎖起來 不管基本上應該是沒戲唱 那可以看到我場上有兩顆七星的雷雲 這個時候我們的傷害還是蠻高的啦 可以看到光基本骰子打下去就有幾十萬滴 喔這個狀況真的是一般 一般颱風骰子不可能做到的你知道嗎 現在小兵血量也才19萬 但是我們墊一下暴擊一下就28萬了 直接有點兇殘 那我們這時候還可以再一波 我們有一波6一波5一個2 看這個狀況還行不行啊 還有一組3耶 這個狀況感覺很像 就算鎖起來好了很像也沒有用 除非我今天鎖起來重力王又給他放到五星的陰陽 獲取才有機會 那我們這邊 欸我對啦 對 這邊我還沒有鎖的原因 其實我有點犯蠢了 我這個時候就應該鎖的 因為我這個時候在測試我這個隊伍到底能夠多大力 想說我要再ㄍ到後面 讓王的血量再多一點再說 結果呢 欸沒錯我們第六回合就扛不住了 可以看到我現在隊伍這麼好的情況下還扛不住 當然也要也是可以啦 我的外圍全都是雷麗雲的話應該可以扛到更遠 但是這個時候我不就變成說我的沈默變少嗎 可能那個東西要抓一下 但是我總覺得沒有必要撐到那個距離就對了 我應該直接給他撐下去 剛剛那隻王 還有6秒鐘 5秒鐘 4秒鐘 3秒鐘 2秒鐘 1秒鐘 欸沒有還可以撐下去了 等一下 好啦那這邊我再鎖一次 結果沒有給他鎖到 好啦 運氣好的情況下我們撐到了第七王 所以說運氣好的話我是可以撐到死亡回合了 對啊 他真的是一個中距離的搞事隊 那長距離的搞事隊是什麼日月沈默日月流傳那種對不對 可是那種就要承擔相應的風險 因為日月沈默的話本身要長到七星 然後沈默合上去的話又可能會出事 那日月流的話其實可以啦 日月流 可是日月流現在的隊伍好像也還好 除非你的流要真的夠兇 說不定12等流動之後就可以玩日月流的隊伍了 好 第七回合就無權念的直接進去了 當然我的隊伍再兇一點的話 應該是有扛到第七位 因為我剩下十秒鐘啊對不對 可能到第八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看完 我覺得看完蠻重要的 或許還有一些東西我還不懂 對 但是就有之後再說 我覺得這個隊伍真的是 難道說這才是這個骰子真正的玩法嗎 對 中距離搞事隊 OK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ierre Bo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掰掰